画面上是地内国中同学自行创作的反独热舞大赛 这场地内国中庆祝26周年的校庆 现场贵宾云集 市长谢国良跟教育处长刘美兰 以及暖暖区三位议员 林敏勋 莲恩典 陈冠宇都到场祝福 感谢校长老师的用心指导 也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 市长谢国良也表示 市府将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经费 来加强提升本市的校园安全 今天很开心来到地内国中 然后跟师生们幻度他们26周年的校庆 那我自己也特别提醒了教育处 跟我们自己的办公室还有公务处 因为现在行政院有拨大概50亿左右的 校园周围建设基金 就只要是校园 灯光 道路 绿斑马 照明 然后还有校社 其实只要有申请 基本上他们都是从宽与与协助办理 因为现在强调的就是校园周边的安全的环境的建制 所以照明就可以提升安全 那好的路标示清楚 而且这个路品质安全 这也是对孩子们对学生都有帮助 所以我也跟教育处再提醒了一下 我们最近都有在忙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就是要跨局处 包括教育处 公务处 还有我们办公室 大家一起努力 来争取更多的校园周边预算 非常感谢我们的小爱爸爸 我们谢国良 谢市长 亲自到学校来 关怀我们学校的一个整个软硬体的一个建设 然后也承诺要为学校的需求做一些协助 非常感谢我们的市长 我们暖暖区的三位议员也非常的支持学校 非常的关心学校 像这次活动中心的一个改善工程 联恩典艺座他也协助学校做一个电动窗帘的一个更新 林米薰艺座也协助一个防护电的一个提供 然后来协助学校来维护我们这个得之不易的 媲美MBA FIBA规格的这个目的版 我们陈冠宇艺座他对学校也非常的关心 他也在我们教师的一个办公设备的部分 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跟教育处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即将在这个暑假 我们也会针对我们这个教师的这个办公室的设备 做一个更新 地内国中欢庆26周年校庆 用心规划了各项表演与活动 也颁奖表扬资深及优秀老师等人员 表达校方满满的感谢 整场校庆活动充满了热闹的气氛与温馨祝福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